嗨我是威力 你獻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答應是威力熬雞湯 用雞湯滋補你的人生態度啊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那這個故事題目是 55歲計程車大哥的活之告白 我用15年存下千萬退休金 有沒有很像 某個雜誌的標題啊 對沒錯這篇文章我是用Gendermy寫的 所以我也請Gendermy幫我命名了 命了一個非常嚇趴的名字 很炫炮 我覺得其實 Gendermy他可能就是計程車大哥 各位要知道 在網路上這些AI他等於就是收集了眾人的經驗跟智慧 於是用他寫出來的東西就特別的有意思 講一下這個故事 下班的路上 我正要去參加多年沒有見面的朋友聚會 這個 有些朋友他在投資理財的方面 其實成績不錯 讓我感到有些財務焦慮 於是 我燃了一輛計程車前往這個聚會地點 上了車子 司機大哥就熱心幫我拿行 人有夠好 一路上我們就開始 東南西北聊 聊生活工作也聊投資理財 我就叫這個阿明大哥 為什麼你40歲才投資 會不會太晚了 這大哥就聽了嘆口氣說 唉 這段往事 說來話長 阿明大哥他就講到說 其實他年輕有結過婚 但是他妻子出軌後 離婚 就是有一次他就看桌上 他妻子的 手機的LINE 就開在那裡沒罐 看到一些奇怪 奇妙的對話 於是就去問他妻子 就發現說 給他帶了綠帽 但是他們最後是和平的分手 和平離婚 但是在離婚之前 他把所有的收入 都交給了妻子 自己其實沒有存到什麼錢 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這樣 你的錢都交給老婆了 是不是你的命脈也都交出去了 離婚之後 這阿明大哥 其實他心情很不好 工作表現也很差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情緒影響工作績效 他在曾經 有一瞬間是想不開的 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後來在一些朋友的鼓勵之下 振作起來 決定 為他的下半輩子做打算 開始認真 學習投資理財的知識 但是他在剛開始投資的時候 也是充滿一些熱情跟衝勁 很像現在一些年輕人 常常想要去追逐一些熱門股票 希望趕快快速獲利 然而 天不如人怨 他曾經在一檔股票上 虧損了50%以上 損失慘重 在這次的失敗經歷之後 他深刻的反省自己 啊 不對 不對 他意識到 其實投資是一件 需要學習跟累積的事業 他開始學習投資理財的知識 增加自己的財商 累積自己的投資觀念 阿明大哥他有提到 為什麼他會選擇投資高股息ETF 這是因為他認為 高股息ETF是一個簡單有效的投資策略 這是他認為的 那高股息ETF可以幫助投資人 輕鬆佈局高股息股票 享有穩定的股息收入 於是我問了大哥 為什麼你不要投資0050 指數化投資市場 要講指數化投資市場 市場 不是更好嗎 這大哥就聽到說 他就笑一笑 講 指數化投資當然是一個不錯的投資策略 但是他有些缺點 這個對投資人的心理數值要要求比較高 他講到幾個方面 我也聽了一下 他說 短期波動比較大 指數化投資標的是市場指數 那你這個指數在短期之內有可能有各種影響 出現比較大的波動 對於像心理數值比較不好的這個大哥來說 可能在這波動當中 就做出一些錯誤的抉擇 比如說 市場下跌了 他就恐慌性的賣出 導致虧損 於是我就問了這個大哥 你怎麼不考慮 股債平衡資產配置呢 這不是大家都在 講的朗朗上口就好像市場 這種聖杯一樣對不對 這大哥就聽了說 股債平衡資產配置當然是一個不錯的投資策略但是也有缺點 那他的缺點有哪些呢 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精力去了解到底什麼是股債平衡 有哪些股 可以選 有哪些債可以選 怎麼平衡 一年平衡一次嗎 半年平衡一次嗎 要怎麼去做 其實對於他這個年紀的投資人來說 或者他這個行業的人來說 其實他也沒有太多的金融知識可以去深入了解 甚至也沒有時間 忙這一口飯要可以賺保溫飽肚子就不容易了 還要學一大堆東西其實就沒有那麼容易 而且要根據自己的投資目標跟風險進行一些合理的配置 這些配置有很多嘛 有的人他可能依據年紀去做一些股債配置 有的人他可能又有其他的方法 那要來做一些配置 對於沒有太多時間跟精力的這些投資人來說 其實會比較困難 複雜度比較高 你涉及一些資產類別比較多的時候 投資人需要掌握多種的投資方式跟策略方法 而且你要去累積自己的投資信仰 這對一些 投資經驗不足的人來說其實比較複雜 那我就問大哥 你這上班有薪水你幹嘛去買高股息ETF配息呢 大哥就笑笑的說 上班領薪水是一種主動收入 而高股息ETF配息是一種被動收入 被動收入的好處是什麼 幫我增加財務自由度讓我不用一直工作也能有收入 於是他提到說被動收入可以讓他實現幾個目標 第一個就提早退休嘛 比如說他被動收入達到一個水平他就可以 享受人生提早退休 再來呢就是增加收入來源除了薪水之外他還有另外一個收入來源 增加自己的財務安全感 大家常常在講安心安心安心在意 提高財務安全感 有錢當然很安全嘛是吧 實現財務自由當被動收入啊 足夠去應付日常開銷的時候就可以實現財務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問這個大哥你幹嘛搞這個領什麼股息 你賣股票不是有現金流嗎 這大哥就笑笑說 他很愛笑 賣股票雖然可以產生現金流 但是他跟領股息心理上存在一些差異 我感到很好奇 怎麼會有人講跟網路上的答案不一樣呢 他竟然講說 賣股票是主動行為 領股息是被動行為 但是 賣股票他需要投資人做出抉擇 可是領股息不用 我沒想過這件事情 那大哥就講說賣股票心理差異主要有幾個方面 他有提到 你要承擔賣出的實際的風險 如果你在價格下跌的時候賣出你就會遭受損失 再來就是 克服情緒化交易的誘惑 投資人可能會因為情緒波動做出一些 錯誤的買賣決策 因為你要賣股票在什麼時候賣 賣多少 怎麼賣 比如市場恐慌的時候賣出股票嗎 這大哥講啊 領股息的心理差異就是體現在這幾個方面 有什麼方面呢 你可以獲得穩定的現金流嗎 當然他會去投資的肯定是他有信心長期看 有穩定收益的這種 高股息ETF 股息收入是穩定的 可以幫助投資人財務規劃 再來 阿民大哥最後還有提到說 投資其實是一個長期堅持的事業 你必須要選擇投資策略 你還要考慮到什麼 收益跟風險之外 也要考慮到 投資性格跟 心理素質 只有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 才能在 投資的道路上 走得更遠 我也曾經投資挫折 挫折賠了不少錢 這個阿民大哥的投資故事給我幾個啟示 投資是一個長期投資策略需要耐心跟毅力 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策略並且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是一個最大的重點 不要追逐短線波段以免賠錢 這是大哥給的啟示 定期檢視投資組合適時調整 年輕人要早點開始投資 讓富利有更多時間發揮作用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 ETF他是一個很好 分散風險的方法 不要追逐熱門股票 要做好功課 要有耐心投資是一項長期事業 大哥給的啟示就是有這些內容 我覺得是 蠻有意義的 會不會覺得這個捐的買真的很厲害 不知道從哪裡收集來這麼多 這些故事內容 我聽完其實是蠻有收穫的 莫名其妙好像就上了一堂課 於是分享給大家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 請請 谢谢大家